永活停步 全部狂热派 翻车有限家 一班星梦学员这么专心学跳舞step 其实他们准备拍摄TVB 芭蕾奥运的主题曲MV 以歌声为运动建议打气 继东京奥运之后 他们再拍摄新一届奥运的MV 可以说当年的回忆返回来 对上次我们录奥运MV 和他录歌的时候 那个印象都仍然很深刻 因为上次的动作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直接 对 今次的动作比较偏快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要慢慢 不是我们了 我了 我要慢慢 继续练了多久? 昨晚的11点半才收到 影片的信息 所以如果11点之前 已经睡觉了 就要今天 我就是了 我也是 如果今天才看到 但今天如果有工作 就要现在才开始 除了声梦家族之外 亚洲超声团家族 两季的中年好声音唱像 以及奥运六星刘泳船 王亭峰、孔德燕、何佩嘉、何永卓 郑显峰也有参与MV的拍摄 Archie经过超声团的训练之后 学武能力快了不少 和几位拍档可以说是神同步 相反 丁子浪似乎有些退步 他都大胜舞步有少少难 算不算是有多大的挑战 我说实话 我想说我昨天昨天收到影片 又如何学习 接着我今天高铁回来香港的时候 在高铁那里跳 我都过来过去 但其他人看到 我说这个精子也好 没有人理会我 奥运六星除了为盛事宣传之外 也会参与直击众多项赛事 而当中经验最丰富的亭峰 就送了一个錦囊 给零经验的Taphne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地方是 你很容易被赛事吸引了之后 你忘记自己 其实你… 我说什么 其实你是要带给别人一些东西 你不是在那里看的 所以很容易 因为太刺激、太紧张 譬如可能做田径或游泳的时候 你整个人好像是在现场那样 我很害怕我到时真的太投入 所以到时都靠你了 籃球吧,籃球可以了 还投入吗? 搞不定这个 撕撕撕撕撕撕 我就比较担心 因为奥运有大量的书要游泳 还有我又没做过奥运 不过有师兄们 我会问一下他们怎样做好 你问高sir就行了 对啊,没错 我觉得是游泳不了 我觉得我们是在做这个宣传大事的身份 不过也要做功课 但主要是我们是游泳不了 继续游泳… 还有现在有时间 你可以看前几届的奥运 可能是北京奥运开始看电影 我问过Toby Toby说你从北京奥运开始 开始游泳了这么多届就对了 是 你自己最期待有什么项目呢? 我最期待是港队有机会拿牌的项目 我最期待是何思培游泳 因为他在上届已经成熟了两个银牌 还有这几年的世界游泳表赛 他也得到金牌 很厉害 所以希望这次又可以有香港的运动员 得到金牌 还有张家朗 他的技术越来越厉害 也期待他今年再得到金牌 中星家族虽然不用排舞 但谭辉志也有即兴展示 他招牌式的律动 不少中星唱像 都是第一次参与这个 看坛城市MV的拍摄 为了突显活力的一面 龙婷还设置了一个好少女的造型 会否有什么惊喜给大家 我们也会跳跳扎 希望是有点活力 是,你看好那边就知道 是 刚才他帮我做头发 我五岁打后也没这么搞过 挺可爱 这次MV就要有一个solo part 要做体操的 为此昨天开始 我就不停地拉筋 把脚冻在屁股里 原来 令到待会希望我MV的时候 可以两只脚都放在屁股里 就很有福分 可以拍第二次奥运的MV 第一次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 北京奥运 那时候我就在另一家电视台 是的 十六年再次可以参与另一个MV 很开心 原来众多唱将曾经都是运动见将 文左康玩的运动 还相当少众 有关注射击多一点 因为我自己都玩射击 等了射击多少年 差不多由… 二十八十九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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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二十年二十年是吧 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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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专业的 很厉害 很厉害 之前有玩过专业的 为Clay Pujoon Chilling 厉害 以前我打羽毛球 年轻的时候 也接受过青年军训练 厉害 后来断了人的带 我是本身运动员 他打球 打篮球 很厉害 中距离之鬼 有点挡 哈哈哈哈 美国队好像很厉害 美国队 其实现在的欧洲队都很厉害 几届? 近两届 好像新增了三人篮球 我觉得三人篮球 它的赛事再紧臭一点 因为时间短 而且它不停地攻防轮 所以你不会有空闲的时间 不会有闷的时间 所以挺期待 什么时候你去打呢? 打的 下一届 我认识现在打港队的 叫Oliver 我带他 祝他好坏 今年还新加了一些项目 你会不会去留意一下 例如霹靂舞 霹靂舞 我想我会参加的 对吧 参加完中二 中年都心意 我们有很多挑战尝试之后 发现原来我们跳舞都挺行的 你觉得不行吗? 你觉得我不行吗? 你觉得我不行吗? 不行 我们这些很喜欢比赛的 当然 挑战自己 什么都要参加 挑战啦 我们下期待